国族都开什么车 反正肯定是差不了 毕竟天天吃海身子煮代步工具能差得了吗 这段时间比较活跃的应该就是前国族队长冯老板了 今天咱们就聊聊冯老板之前开什么车 其实在车这方面咱们国族真的算保守了 海外知名足球巨型出门一般都是豪车 比如布加迪 兰波基尼 法拉利 像我们国族队长在2017年的时候 日常代步车仅仅是一台日常楼兰 当然并不是什么接线先锋啊 赞助商都懂吧 所以下面的话咱就不说了 大家都明白 而且后面要说的两台车在当时来讲 跟节俭两个字可完全不沾边 第一台路虎懒胜 最低配上市标准版售价125.8版 因为我也确实不了解冯老板当时开的什么版本 所以我也只能保守估计 毫不夸张的说 四年前125.8版在我们当地能买一套两居还有富裕 所以你想想用了多少资产才能消费一百多万 买台持续贬值的交通工具呢 而且